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分享全接触的环节 身边是Rafi,我们研究部的高级分析员王伟豪 在旁边和大家解答问题 我们事不宜迟,先博通了旺角金山的分行同事,阿佳 你好,阿佳你好,Rafi在旁边 不如听听第一位现场客户的电话 好的,第一位现场客户的电话 好,谢谢 这里是Rafi,王伟豪,我们的高级分析员 我想问,一九一九,六个机埋,我想问是否在大陆的 中原阳方面,就去到六个六毫八 如果认为一九一九,你本身六一毫多有货 现在就看六个六八,变成都赚大约五毫指的水位 我觉得就先拿着,因为其实早那几天,看到韩运股 其实相对也有点调整,但你见到这一九一九,大概去到十天线 六个二楼的水平之后,就有支持打上来 而且今天以内地A股的韩运股来说,其实很多都是升停板 意味着,其实资金进入韩运股的动力还是强的 所以我相信这一九一九,其实依然有机会再破一破顶 所以你可以给多一点耐性,看下个星期回来 能不能够破之前的高位6.94 如果今次能够破的话,你短期的目标才放上7元左右的水平 而反过来,如果你真的看到突破不了这个高位 反而指站位放在哪呢? 我觉得短期来计,指站位放在大概6.5元左右 先穿回这位置楼下的考虑指站离场 容诚,是否另一只股份还想问? 这只的中银行康,能否升到36元? 你什么位置有? 中银行康 中银行康的388元 但是你什么位置有货? 20多元,我想它能否升到36元? 好啊,如果你以中银行康来计算 你20多元有货,其实现在一样的 就在赚钱的 相对过操作就容易的 但如果你能否短期上到你说的36元呢? 我觉得就真的未必那么快可以住 因为如果你以36元和现在31元去比 其实还有5元的距离 一般上这样去计算,还要升多一成多 才到达你的目标价 但不要忘记一点就是238元 其实之前不是没有升过 特别在4月份回来,跟着市场一起上了 当时也只是大概27元松一点 这大半个月里升了4元上来 其实它的升幅也绝对不少 所以它升了这么多之后 再升多一成多,我觉得立即说是难的 所以我觉得可能在星期一 这一轮之后稍微整股花脱时间 才再上也不迟 所以中线你说36元,我觉得机会性是有的 但短期来说未必那么大 所以好看你究竟想是等 还是想如果这一阵升不起之后 考虑去到指站或者减一减磅 我觉得暂时来计算,如果你真的要看 这个支持位的话 大概就30.5元 如果这一阵是跌不穿30.5元 我觉得你可以先拿着 反而真的中线慢慢来说 看上大概36元的水平 但是短期穿30.5元以下 我觉得如果你想的话 都可以考虑指站离场先都可以 容姐麻烦你先给电话 我们同志先 好 是的,佳佳,麻烦你先 听听下一位的朋友好吗 下一位,欣太,你等一下 等一下 是的,欣太,你好 不是,郭姐 不要紧的 因为我们另一位 这个是高级分析员 王伟豪在这里 Rafi在这里 你照问,你想问什么股份 哦 我想问就是267 好啊好啊 中信股份 是不是你什么情况 有没有货的 有 哦,多少钱买入 你不要问我那些钱 我有些买来出世的 OK,明白 好,那看回现在股价先 14.84元 暂时股价偏远 后市方面 或者前景如何部署呢 前景来计 我觉得 当然以现在中信股份来说 业务上就和以前中信太库不同 明显地就综合类别很多 即是有证券 有之前的矿石 铁矿 卡拉 都有了 如果以回这一刻来计 相对前景 比以前我也是理想了一点 因为以前只看它 即是澳洲铁矿方面 依然都不行 但是你说这一刻 多买其他业务 特别是证券 银行这些来计 特别券商业务来说 我相信都会帮到它不少 以前景上看 我觉得中信偏乐观 但是只不过 个价格来说 特别在近排 都受了一些配售因素之下 股价都比较反复 或者下跌下 我相信现阶段 要它即时再升的机会性 其实就未必太高 所以可能这段时间里面 都会在这些价位上下先 但如果你真的都想看着价位的话 我认为20天线 大概是14.4 我觉得只要这一阵来说 能够站在14.4 一来20天线 二来都是早几天的低位 甚至乎也是 4月初这个列口的大位附近 这三个位置 其实都差不多 大概是14.4 所以只要这个位置不跌穿 我相信问题不是特别大 反而上面来计 我相信慢慢有机会 上回大概15.4楼上水平 好的 还有其他人想问 没有了 谢谢 好 谢谢你的电话 另外也多谢阿Gai 就是我们分行同事的帮助 我们节目时间都来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 关于这一节的安排的话 可以去到我们就近分行 了解一下详证 也都多谢阿Rafi 我们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会有其他的问答案 不要走去